陈香墨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木材 一直以来森林局和其他机构的官员都会轮流被派驻到不同的地点 阻止不法之徒盗取陈香墨 但是这份工作其实存在风险 在鹏鹏州国家公园衍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的一名官员 在森林中执行任务时就被一名非法砍伐者致伤 消整局之后安排直升机将他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受伤的官员今年29岁名叫摩哈默凯鲁 他的手部和脸部遭对方智商 摩哈默凯鲁是从8月2号开始 在武装部队的支援下和其他9名同事 被派到了国家公园驻守 保护我国的森林资产 由于城乡墨有价 除了本地人来自柬埔寨泰国和越南的砍伐者 不惜铤而走险潜入我国的森林盗取木材 磊还有国家公园驻猛 剩 logo 机房